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梁牧师,今天由我临大家一同的祷告 这个主日是父亲节,无论我们的父亲是否人在 我们记着父亲节,一起做一个感恩的祈祷 亲爱的天父,在这个父亲节,感谢你透过耶稣完成的工作 接纳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我们不再是你的敌人 冷庆你为我们的阿爸父,不是因为行为,不是因为我们积极 而完全是你的恩典 天父,感谢你为我们预备地上的父亲,照顾养育我们 求主欢恕那时互付我们信任,伤害我们,在我们面前去解你的人 继续地医治我们,让我们从负面影响中解脱出来 教导我们学习谣述,正如你谣述了我们一样 感谢你的恩典,没有嫌弃我们作为父母的失败 求你嫁给我们力量,在孩子们面前谦卑自己 并且相信你别在我们的家庭中细下你的救恩 最后,天父,我们感谢你寄给我们基督徒生命中熟灵的父亲 他们与我们同行,帮助我们发现,基督更常活高兴的爱 在我们的人生路上,做你美好的榜样 在父亲节日里面,帮助我们不要忘记你给我们的一切恩典 我们如此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民众姐妹平安,很高兴来到灵修分享的环节 今天我们读到《哥罗西书》第二章 首先,我祝所有会的爸爸父亲节快乐 我们当爸爸的不但都会最好的给我们下一代 也同时有很多的担心 小孩小的时候,我们怕他会拐带 长大以后又怕他误入歧途 保罗在第二章提醒我们 天父上帝已经将最好的赐予我们 就是耶稣基督那个奥秘 一切的智慧、智识都在他的里面 并且都写在一个圣经上面 我们在这圣经里面的内容不能再多 也不能减少 保罗在第八节提醒我们 你们要谨慎 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 还有虚空的网言 不照着基督来造人家的遗传 在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夺去 保罗在作见的时候 非常担心弟兄姐妹被当时的一段邪说拐带 这些一段邪说有所谓的神秘的启示 有复杂的哲学道理 也有神秘的力量等等 其实这些所谓真理的偏方 都只会使人把招点转移 不再按照基督耶稣的启示而奉主 不再依靠耶稣基督的生命 也不再敬拜和服从耶稣基督为我们唯一的救主 最近就有一个一段邪说 弱圣显现他们包装着事为启示 目的就是要自骗真理来得利的 有时候你们所看的页面并没有问题 但页面就会引导你去其他有问题的主题里面 散播一些敌基督的神学概念 例如否定善为一体的真理 又夸解说有一个中国人 也是旅人的基督已经再来人间之类的幻谬的怪弹的传说 他们也经常散播表面上非常感人肺腑的文章 也有海量的聚集 还有电影来误骗基督徒 他们假装基督教 拥有基督徒在社交的媒体点赞以后 该基督徒的朋友圈就不会设访 并继续不经意的为他们免费宣传 最麻烦的是他们可以加一些点赞后的人为好友 从而做出一些渗透的邪教活动 所以希望大家尽量在分享网上内容之前 先看看内容出自哪里 如果大家对一些posts也无怀疑 立刻与你的牧师联系 弟兄姐妹 让我们在父亲节好好地回应天父上帝 一起守住正道 一起高举耶稣基督 并一起把纯正的真理 传给我们的下一代 不能在人身上 太 逃 bro